我是主持人燕子 原来不挽这四个字啊 用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真的是太恰当不过了 因为今天节目里的大哥大姐 打从一见面就觉得彼此面熟 闹着闹着才发现 原来这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啊 大姐在哪开店或者是生活 大哥就在他附近工作或居住 风风雨雨这些年呢 大哥始终是在大姐的生活半径里 只是两个人从来就都不认识 那今天的节目里呢 这两个熟悉的陌生人终于相识了 你说这事多巧啊 那俩人这奇妙的缘分 来得到底是晚还是不晚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你看蓝天花园 对这块水暖电料三楼 应该是这个 这个302的也是啊 门咋没关呢 这大哥电话可难打了 我每次就打三四个 然后隔个一个两个小时 他再给我回过来 果然 每次都是 从来没有说第一遍电话就接的时候 红娘如约来到了 新福全新大哥给的地址 可是怎么打新大哥的电话都不接 就在红娘那闷儿 是不是找错了门的时候 新大哥的电话终于接通了 喂大哥 这个啊 这个 大哥是 你新福全新大哥啊 这是一单元的 你不跟我说就在这个楼上吗 三门三单元 那你电话呢大哥 我给这呢 新福全62岁 李毅住房面积30平米 退休金2900元 大哥你这电话太大了真的 是 你这个电话太大了 我的电话有毛病 你看嘛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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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机甩的啊 那么他已经不好使了 丢着电话了 两个没接来电 就是去不接 是不是 对 新大哥告诉我们 他的电话已经坏掉一个月了 不管谁给他打电话呀 自己能不能接 全凭运气了 老年人嘛 哪懂这些高科技呀 新大哥说 现在自己一切的生活起居呀 全靠姑娘照顾着 这是我姑娘 十月份节的姑娘 今年十月份节的姑娘 我姑娘现在教那个 属于高中 老师 你说你姑娘是高中老师啊 对 是我姑娘的名 她给我交那个房贷 啊 买多长时间呢 买两年了 就好 但我这个好像也是个老房子 是不是啊 对对对 那你自己的房子呢 我自己的房子就一间 在那个辽宁 不是辽阳路 提起唯一的这个女儿 新大哥语气里是满满的自豪和疼爱呀 女儿也很孝顺 给老父亲换了这个大房子不说啊 还特意养了只小狗陪着新大哥 就怕她离婚后一个人孤单 你之前是哪个单位的 唐瓷场 就是西长路那个安大街那块 有一个唐瓷场 做做做 唐瓷盆 唐瓷盆 就那个以前的那种唐瓷那种盆 对对对 那你是负责什么呢 喷花 网上喷花 对 我二十八最几乎 挑来挑去 也是和一个单位找着那么一个 哎呀 这她追追的恋 哎呀 追有半年吧 我们家确实挺困难 反正她家条件能好点 完了就这种就是吃饭的时候 哎 就就体贴我 她吧 本身我就没相中 她个小啊 她才一米五十多点 我一米七十二 但是呢追来追去的行啊 就这么的 就以后过日子的时候 也不错 这眼也不错 咱也不能说 离婚了就说人家不好 是不是 新大哥说 他和前妻都是 长春市唐瓷场的职工 彼此呢知根知底 虽说前妻身高是矮了点 但是其他方面 还真挑不出别的什么缺点 婚后的日子啊 过得也算顺心顺意 要不是十年前 前妻突然的性格大变 新大哥的晚年生活 也不至于形单影之了 都说他是更年期 五年都不搁一块 一人住一个屋 没兴趣 没兴趣 烦 就烦这事 告你了 我就不想 就不想 瞪两眼就就 我就不想这事 更年期你不能总更请你完呢 这都十多年了 你更个五六年咱也行啊 从48岁就更到现在 我们才离婚才一年多了 你不能更这么长时间呢 他提的 不是你提的离婚吗 我提的他能啥也不要 他啥也就这么走了嘛 说良心话 我也不想离开 我原先有一段 我还是 我还是 跟他 想 不行 就是说不同 就是 他也嫌我脾气不好 用新大哥的话说 都做了半辈子夫妻了 自己也忍了整整十年 眼瞅着到晚年了 他也不想走进离婚这步 可是前妻那边态度很坚决 宁可净身出户 也不想再跟新大哥过了 新大哥说 身为男人 他只能选择放手 再找老伴 自己这回可得好好把握了 我们农村的 上好的 各方面 人差不多过得去都行啊 根据我的这个条件 你就差不多 也别整得太漂亮了 我的妈呀 我的羊 我这笨咖的 研究在项目中 这玩意肯定 玩意到一起 就是缘分 不仅在择偶要求上 新大哥明显有点没自信了 看来啊 得帮他找一个体贴细心 又善解人意的女人才行啊 王玉珍 王大姐是不是 来 我是红娘 新千姐啊 你好你好 王玉珍54岁 两段婚姻 退休金1500元 住房面积40平米 你给我拖鞋 那不行 那不行 该租的 不对 该租的房子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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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租的房子 我看你手里也更赶 不是 过后的手手 这能行啊 没事 是租的 租的 租的 你不会 那你自己有房子 为啥要租呢 我自己房里有点 还要近 不是 离还是远 自己一根住 整个两室 是不是有时候 行的书能上学 什么的 食物上我的住住吗 结果一休我没住 虽说是临时租的房子 但是也被王大姐 收拾得整洁明亮 用王大姐自己的话说 房子虽然是租来的 但生活却是自己的 哎呀 我看这家 我看这脚趾甲都涂的 涂的脚趾甲 还挺来美的 还行 手上也是 也涂的 因为我吧 这怎么说呢 就是19岁 20岁吧 就做买卖来的 就是 也不是做什么大买卖 做服装 服装拆减 你知道吗 现在我还有个缝约机呢 我很会做衣服 我服装裁减都会 那缝约是小的 是我后买的 原先是大缝约机 这么大的缝约机 电动的 做缝约机 做缝约二十多年 还做过啥买呢 开饭店 完了之后 1.2降低了 就是说 当那个育婴师 现在当保姆的 从当初的老板娘 到现在的保姆育婴师 王大姐这半辈子 可是没少在事业上打拼 殊不知 女人的要强 其实都是被生活逼出来的 第一段婚姻就是说 我家孩子爸 这一辈可以这么说 没挣过钱 我跟孩子过 跟他爸过了13年 养了他13年 他就是又缠又懒的 而且就是不过日子 当初就心酸过日 他没有妈 我也没妈 不心酸 互相能有个理解 没有个同行 他主要是喝酒喝坏了 就是喝大酒 张口就妈 张口就妈 闭口就大 就这样才导致了 后期的我俩就是感情 根本就没有感情 健身的13年 因为那时候我早就应该离婚 我不是要说没妈吗 我总是坚持坚持 为了含糊 女人不都是为了含糊吗 后来也是坚持不了了 就离了离了了 为了摆脱这一段 给他带来无尽伤痛的婚姻 王大姐毅然决然地 净身出户 选择了离婚 好在老天爷对他不薄 离婚一年后 就让他遇到了第二人丈夫 这个对我特别特别好 好的简直都不行了 怎么对怎么对你好说 就是说我 比如说是我出他上班 那时候我当个小女人在家 你知道吗 我挺幸福的 他那个好老公那时候 其实我就是在躺着床的时候 我就是眼泪 就在眼圈 就心里 这辈子真幸福 没想到好人真有好报 找了个这么好的老公 因为经历过上一段婚姻里的家暴 所以王大姐 但凡遇到一个 稍微对他好一点的男人 他心里都觉得温暖至极 可是命运就是这么爱捉弄人 幸福的小日子刚过了两年 丈夫就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王大姐头上的那片天又塌了 距离潜伏去世已经过去十多年了 王大姐直到最近 才有了想找个老伴的想法 最近就现在自己岁数大了 一天比一天岁数大了 现在看看你都有老伴 我也心一心 其实也不在什么样 条件差不多好也行 就是说 人家真心一结婚 我就必须就没这年 算结婚等纪的 就是说比如说农村 我这那意思咋呢 主要是实心塌地的 实在婚的男人就挺好 就是男农村 我总认为农村也不实在吗 大姐我觉得你好像不是特别看条件 你就想看这个人对你好不好 对对对呀 因为我从小就到大 就没个家 没有温暖 王大姐温柔贤惠 新大哥踏实本身 两个人在择偶要求上 最看重的 都是想找个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 红娘觉得呀 没准他们俩能合适 这确实是老房子 小区丑着肯定是老 没有你住的那个那么那啥 但是啥呢 你要想它没有公开面积 屋里头格局都特别好 小区跟人家是一样的 都有老的那天 是不是 他两个小狗现在有反应呢 两个小狗溜下了吧 小狗 大姐都来了 大哥又不接电话了 红娘知道新大哥的电话坏了 所以半小时前还特意打电话嘱咐过 让他在家里等着我们 现在王大姐都到家门口了 这新大哥人去哪了呢 大哥您在哪儿呢 我也滚到头呢 回来我跟大姐在家里呢 在哪个家里啊 哪个家里你有几个家呀 那我马上回去 快点啊 这怎么的 这怎么的还斜了一个小宠物是不是啊 那个打去了 我现在看打扑过去了 看打扑过去了 真的 我都跟你说 我跟大姐马上到了 这心打这么大呢 他向楼下开始打扑过去了 这怎么还过来了呢 你这想 大哥你这实在 你得这么说 我下去迎你去了 眼瞅着相亲对象 马上就要到了 咱们新大哥还能有心思 抱着小狗下楼看人家打扑过去 我说新大哥呀 你可是红娘遇到头一个 心这么大的人呀 这个好心不全 心是心气急的那个心 不是那个幸福 对 对 然后拳就是全面的拳 这是王玉珍 嗯 眼睛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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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挺干净的 嗯 嗯 说话落合挺爽快 不是那个托尼带水的说话 对 挺爽的一个眼 但是唯一一个去脸吧 个头稍微 黑点 嗯 稍微胖点 这些队友养得无所谓在这儿 这些队友呢 就是人哈喉老师 还满分分的 人品好就可以了 俩人一见面 演员这一关算是都过了 那就继续往下了解了解吧 对 这属于客厅 单独的客厅 这块这不有个躲 这块这不有躲的吗 这块 这块是厨房 后都打开了 我就看好像那厨房 后改一点 对 后改的 就是啊 改一下厨房 这块是没啥的 在厨房 行 看到吗 你不要领我自己就可以看 这些人还行 挺好的 就是家庭 就是一般家庭 我不喜欢就是特繁华的家庭 特高等的家庭 咱也不是那高等人 就是咱就这样 普普实实地过日子 冬季也不少是吧 哪里 这里头 我打鱼妈削的 妈削 该扔就等了 该扔就等了 要一些冬都没用 其实这也是挺汗厚的 挺实在的从那样 我说那后边那些东西 好像挺多的 以后没用 冷不冷了吧 他说那行 挺好 行 就这一句话 我感觉到 他以后感觉到两个人啥事 能上来 还能听我的话 那你说啥的 我说狗 说狗 比我大八岁 对 八岁我也看不住 实际上他也挺老 真的我说 我丑的时候好像也挺老 你丑的时候多大 我丑的时候跟我恍惚 比我小两岁 这是我家姑娘 那是姑娘 姑娘 那是姑娘 你有没有觉得 姑娘跟大姐长得有点 有点连像 我不知道北人看一下 咱们张照片 听感觉跟大姐有点连像 都挺含厚的说 脸型上都可像了是不是 你看姑娘 其实我丑一眼一的感觉 你一眼看啥感觉就认了 就好像说 咱们挺像我 不光是红娘在旁边看着像 就连王大姐自己看墙上的照片 心里也很惊讶 自己的长相 竟然跟新大哥的女儿有几分相似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缘分吗 进窝去快进窝去 进窝去 小狗是忠神的 看热了 是不是 来看热了 狗是忠神的 这个狗跟大哥感情可好了 我不喜欢狗 不喜欢养动物 人吧 人就是有走那天是吧 就挺难受的 我觉得这家狗 你说好像是 太多的伤害也打击 也挺难受的 就是我不是不喜欢 我不是不喜欢 你这前半生经历的太多了 对对对 经历过妈妈去世 爸爸去世 对对对对 包括你前男孩都去世 对对对 很多很多的 能避免 大姐 二姐 三姐 能避免这种生死离别的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想法 从王大姐进屋到现在 新大哥光顾着陪王大姐参观屋子了 两人一坐下 新大哥这才有时间 好好瞅了瞅王大姐的脸 没想到这一瞅啊 一下子就瞅出问题来了 哎 眼前的这个女人 自己好像认识呢 我原先就好像瞅了过你 是啊 我也瞅了面熟 你看 我们俩面熟 太面熟了 我瞅的可面熟了 不知道跟哪见过 原来不止新大哥看到王大姐后 有这种相熟的感觉 就连王大姐这边 自从进门看到新大哥后 脑子里也一直在回忆 自己在哪见过新大哥呢 你原先像什么铁北条路那边住过 我原先搁那个 弹琴厂的那 上那边 那太堪了 我原先我开放电子去那边 你看我瞅过他也面熟 那他老黄老多年了 八几年的时候 对 那咱那挺多年了 那咱看着老范 上弹琴厂去 他们劳动 我是民兵 你那时候在那干啥 我那时候八几年的时候 我给你开房间来的 也是在那边 对对对 就只在路一边 绝路一个天 就交汇 那能那么巧 你俩就见到 我见面 凡是没说话 但是我瞅得特别面熟 我瞅你也面熟 还是会有些变化的 会不会是因为 王大姐的长相 和自己女儿 有几分相似 所以新大哥 才会对王大姐的印象 如此之深呢 不是因为他长得像你姑娘吗 不是 那跟那哪呢 清明街那边呢 清明街 嗯 那我离唐子厂进吗 那清明街 你怎么样待过 那我离唐子厂进 我就唐子厂去 我给清明街的开房间 你看 清明街 那我长得哪里 没长得长进 有时候 给她路过 经常给她路过 我现在脑子里 就已经有个画面了 就是大姐在那个店里头 做衣服 然后大哥每天上班 从那来回路过 然后时间长了 骑车 对对对 彼此呢 对肯定 有个印象 有时候能瞅着 但没想过 今天能有这样的缘分 是不是 新大哥和王大姐的经历 简直像其了一部电影 生活轨迹 总是重合 但是却总是一个向左走 一个向右走 退休几年了 退休 我55退 退休这么多年了 退完了 我又 这不55吗 55完了 我又在那个住邦 可能干那个 住邦 哪个住邦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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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邦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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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有人住 离不远 你就说在去 你说是不是 跟那个周邦广 你跟那总留的 我跟那里头 干活也有关系 那不是周邦广场 你说说 你看就跟那 大姐 我说话 不是 瞅着脏眼 就是 熟不知道 跟哪儿见 你们说说 这得是啥样的 一种缘分呀 这么多年 不管王大姐 在哪开店 新大哥的生活轨迹 都能和她重合上 新大哥和王大姐 两个人兜兜转转了 大半辈子 缘分的这根红线 今天竟然因为我们节目 而正式 签上了 离婚几年了 我离婚一年 三分离 今年三月份 去年 啊 吓死你了 那才一年多呀 一年多 能不能有 夫婚的可能啊 才这一年多呀 那都没有了 那还有啥呢 一年多就没有了 没有了 王大姐这边 还没从刚才 遇到熟人的 亲戒劲里缓过来呢 又听到新大哥 和前妻离婚 竟然才一年多 王大姐这心啊 顿时就悬了起来 就是离婚以后 我们当朋友处 就是夫妻以后 那是不可能了 要可能的话 我们在一块 没有对方 可以当朋友处 有了对方的话 当朋友处 对方的心情乱想了 我们俩已经 已经就是 红狗已经产生了 一点就是 想到一块的余地 都没有 四十多岁 这晚上互相的 他就跟我开始 三大五岁了 我们俩几乎的 就不咱再一个五岁 他就 也对 就是性的方面 啥的 一点感兴趣都没有 所以一来而去 这都多年了 将就多年了 实在将就不了了 比如说 你说的话 那不可能了 不 我就是 他也死心了 我现在没有 但是你也没到 岁数大了 等到岁数大的话 就而你说算了 你可别那么 你要那么说的话 那咱俩今天也 人瞅着两个人 因为新大哥 会不会和前妻 复婚的问题 都快谈崩了 这个时候 红娘就得出来救场了 如果俩人到一起 其实大姐 你俩一更迹 你是名正言顺的 那个时候 前妻再想怎么样 他哪里 姑娘也不好使 对 谁都不好使 你能懂吗 你说追我就追我 你说 再复合就复合 那懂你的了 你要是说 十心十意跟我过 咱俩的财 咱俩的什么 咱俩说 算 我可以都交给你 真的 是不是 我可以 咱俩商量的来 这个钱怎么花 互相一商量 一商一量 这件事 你说对不对 你先筹给我大叔 我说话 你先说了 大家到一起 那啥我钱啥的 全交给你 都跟你说了 对啊 那你说 你老店家前妻 又店家 还能挣钱 比我还多呢 他还得贴合我呢 既然新大哥 已经给了自己承诺 王大姐也表示啊 那就没必要 在这个问题上 继续纠结下去了 行这些事 都能解释的 我也挺有自信的 咱俩先就是说 处处看吧 是吧 对 处处看 咱俩也互相了解 一些秉性啊 看事 就是说 时候自己的没有 都得互相包容 对 互相理解想对方吧 理解对方 是不是啊 就是说 咱俩结婚以后的话 还说过了嘛 工资都给我嘛 对 眼看着今天的相亲 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新大哥这心里啊 可乐坏了 赶紧下楼 买了一堆的菜回来 必须得留王大姐在家里 吃上一顿家常便饭才行 俗话说的好啊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看着王大姐在新大哥的帮厨下忙得热火朝天的 红娘心想啊别再当着电灯炮了还是去超市买点饮料吧 可是红娘买完饮料刚进屋就听到厨房里传来两个人争执的声音 把厨房掺出来就完事了我跟你说 这厨房吧咱也不用搁门 你知道吧 这个家整个人还把这个把这门打开 总是热火总是 整个厨房三四个屋全是热火 都不差一个地方了 就这么开人得了 这么开人得了 那姐姐就这样看嘛 把这个直接撤一下不要 所以不可能 她过热吧 还是老传统的过法 她就是说老就是原先的传统的过法 留门 门一般 现在不都打开事的吗 都打开事的 她就是虚拥不了 是不是 必须留门 这个门刚刚割了 你看这点完 你站那点地方就显得站 这点地方 这属于客厅 单独的客厅 这块这个有个朵 这块这个有朵 这块是厨房 后都打开了 是啊 我就看好那厨房好后改的 对 原来呀 从刚进门的时候 细心的王大姐 就已经把整个厨房的格局都观察完了 她总是觉得有些地方设计的不是很合自己的心意 所以也跟新大哥提出了一些建议 可是新大哥也有她为难的地方 嗯 妹妹说这个也对 关键不是我说 咱改动不了 嗯 你说对不对 你要是我说了算我那房子 你说卖也是处理 我说算你这房子管哪个演技 还大头是演技 管你住 但是不要你逗 新大哥为难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个房子不是自己的 想要重新装修啊 必须得经过女儿的同意 见此情况 善解仁义的王大姐又提出了一个建议 其实王大姐的想法也能理解 辛苦半辈子了 到了晚年就想找个老伴 两个人住的踏实 舒心血 而且王大姐也并不介意让男方去住自己的房子 看得出来王大姐是真心实意的 在为她和新大哥的未来做打算呢 可是思想保守的新大哥 却对于去女方家住的这件事啊特别排斥 如果住新大哥女儿这个房子 新大哥做不了女儿的主 不敢轻易的重新装修 如果去住新大哥的老房子 环境又太差 根本住不下两个人 那么去住王大姐的房子呢 新大哥又觉得没面子 事情啊就这样陷入了僵局 哎呀这是后话了跟你说哈 这是后话了 如果出的好的话 咱厨房为的好 也不是说的咱不是说 也不是说为的不好 整个厨房 是不是啊 出好了的话 你回来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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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想干了 这事儿 思虑再三 最终还是王大姐主动做出了让步 打破了眼前这个僵局 得到了王大姐的理解 新大哥心里不仅对眼前这个女人的好感 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婚姻嘛就是不断在进退之间 找到两个人相处的那个平衡点 问题解决了 现场的相亲气氛又回到了之前 其了融融的氛围了 那啥我爸不喜欢别的喜欢唱歌 你爱不爱好唱歌 疼不疼 我爱好 我也支持你唱歌 那得行 我也不反对 不反对 我还得支持他 我还爱唱歌呢 对啊 我跟他一起唱 浪来沙阳啊 爱得疯狂 爱得更 不对了 我有点 但姐刚才看得起来挺好的 是不是想的 他掉灭吗 那不对 他就有点 现在有点嗓痒 我现在嗓了有点痒 就像这歌词一样 找个合适的人陪你白头到老 这不正是王大姐现在最大的心愿吗 这新大哥和王大姐 阴差阳错的错过了这么多年 现在俩儿终于认识了 也希望他们以后不再错过彼此